来 请进吧 剑像先生 今天很重要的事情要你帮忙 怎么了 齐尔邦英 你叫我这个鼎鼎有名的大帅逼过来 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 阿什么 原来是这个样子吗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呢 谢谢解答你请回吧 关于我的美貌我们回头再说 现在赶紧告诉我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阿是这样的 剑像先生 最近往上街排一下实在是太多了 天天都对我 不管我说什么都对 实在是太让人烦恼了 阿什么 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是啊是啊 我应该怎么办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 真的有人以为我会教他吧 介绍我屌你妈 开个玩笑而已嘛 这样吧 吉尔巴音 你来扣执一下仙盘侠 我跟你演示一下如何应对 这可就糟糕了 我可是一点都不会啊 没事的 我们只是尝试一下 可是我真的从来都不说脏话 也不骂人 作为一炮优秀的少线队员 一头祖国的花朵 怎么可以 这都是些什么奇怪的量子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只是假设而已 阿什么假设谁 你为什么要设他 吉尔巴音 我日你在 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儿子 好的 贵孙 请问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呢 哦 我吃了面条呢 你呢 我吃了西红柿炒鸡蛋 什么 你居然吃了西红柿炒鸡蛋吗 没错 我吃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什么 你真的吃了西红柿炒鸡蛋 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 没有 对了 今天其实还是我的生日 我不相信 除非你让我亲眼看着你从句话里生出来 看 这是我的身份证 图片谁知道是不是批的 那我给你录段视频 大可不必 我又没有说我不相信你 那既然这样 我就只能注意99岁内年生日长米百岁了 那我就祝你每年2月3上 那我可以顺利脱炒鸡蛋 那我祝你忘记写名字的视觉次次满分 那我祝你上厕所的时候不会做到制装 那我祝你名字出门的时候不会被吃放死 那我祝你迟迟的时候不会噎到喉咙 我反弹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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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祝你给我要 漂亮 怎么样 无话可说了吧 吉尔邦音 还记得老爹曾经说过 要用魔法来打败魔法 键盘侠最喜欢优越感和高高在上 只要你把他们拉到跟你一个层次 自然 等等老爹是谁 你 你说什么 我是说老爹是谁 这 明明是我们两个人的讨论 你为什么要说老爹 你说老爹你考虑过老爹的感受吗 你说老爹根本就不想被你说的 你知道你的这期视频就要好看不火了吧 你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白嫖这个视频吗 怎么样没有办法了吧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 再也没有比资牌下更恐怖的往往下课 哦 是吗 人家其实是个女神哦 最后不要忘记一线三连 以及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